編隊將在十二月三號開打的棒球 亞錦賽 中華隊持續在三重棒球場 積極備戰 今天更是包含徐若熙等二十四名國手 首次參與完整集訓 期望能幫助中華隊挑戰 亞錦賽衛冕霸業 和開幕戰交手同組強敵南韓 高機率將推派出 衛拳火球男徐若熙出面迎敵 而男主角本人則是希望 能在個人生涯首次城棒 國際賽中以平常心完成投球任務 整體狀況目前上我覺得都還不錯 有恢復 也能恢復到可以正常比賽的感覺 其實也沒有太多想法 就是比賽就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來這樣就好 照自己的節奏丟球就好 因為他今天剛報到 那當然他在總冠軍賽的表現是非常的亮眼 那可是他這中間又去了日本也去做了訓練 那今天第一天報到 可能還是要接下來這個禮拜再觀察一下 經歷過了中職總冠軍賽 前陣子在飛到日本遺訓 才剛回國的許若熙 身體狀況的掌握 是教練團由上到下的觀察重點 希望屆時雅井賽開打 王牌的重擔能夠如預期的由許若熙扛下 並且搭配集訓下來 狀態相當不錯的孫一磊 劉宇成等人 讓教練團在中華隊投手調路上 有更多空間發揮 除了今天報到的若熙 宥成跟邵恩 可能還要再觀察一下 那其他的像逸壘啦 然後劉宇成啦 這幾個 因為我們昨天也有實戰嘛 那目前實戰看起來 狀況是都還不錯啦 可能就是一些細節 尤其是跟打者對決的一些決勝球的部分 可能再做一些調整就好了 周中志教練評價本季的雅井賽中華隊頭打均衡 立抗賽事兩大假想敵 日本 韓國有信心 也期望龍之子的許若熙 能夠在開幕戰順利嫌發 繼台灣大賽七局7K無時分的神機演出之後 再度讓台灣球迷看見他的不凡身手 白球台採訪報導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TSocial